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别怪我硬抢你 你要干什么 人家姑娘说了 不愿意把桌子让给你 你不要硬抢 我叫你把手放开 放开 许书平 你可别后悔 姑娘 这个男的是谁啊 不关你的事 问这么多干吗 趁我还没后悔 赶紧把桌子收着 你怎么婆婆妈妈的 叫你拿你就拿着 姑娘 那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非要把桌子让给我 我图个痛快行吗 快给钱 我就两块大牙 你看 姑娘 那你告诉我你家在哪儿 等我攒够了钱 我给你送过去 说的你也找不到 姑娘 好 好好疼你的媳妇 不像我 她会是个好命的女人 看看你 都快成亲了 还这么毛毛走走 成天磕磕碰碰的 没事 抓壮丁呢 不小心碰着了 妈 纱布 快去点热箱 给你爸磕个头啊 我待会再磕 妈 你看 好漂亮啊 别动 弄碎了 妈 你看 你哪来的玉桌子 买的呀 给你未来儿媳妇买的 又不是大货人家 哪来那么多礼数啊 多少钱买的 不贵 才两块大洋 两块大洋 什么 只卖两块 妈 那傻小子不但救了我 而且还是一个知道疼老婆的好男人 无疑是心软 就那么低的价格让给他了 我说你傻不傻呀 这是你妈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 你怎么就不为自己想想呢 婆家本来就瞧不起我们 要是没有两样像样的嫁妆嫁过去以后 你的日子就难过了 不行 明天早上我让晚秋陪你去办嫁妆 不许你再自作主张 告诉你啊 刚满月的婴儿和刚娶进门的媳妇 一样都宠不得 我不许你一进门就对她太好 你听到没有 当心她一进门呢 就爬到你头顶上 妈 你放心 我以后不买了啊 真不知道你是娶了个媳妇 还是娶了个讨债的 真是 哥 借我看看呗 给你看 漂亮吧 嗯 漂亮 小心别打了啊 你可真舍得 嫂子还没进门呢 就送这么贵重的梨 真看不出来 我哥除了会打鱼 还是个多情郎 谢谢谢谢 小气 好 傻小子 居然这么低就让给你了 你一定要好好带你的媳妇 让她做个好命的女人 书萍呢 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 出去办嫁妆了 我叫你去把婚给退了 我是她母亲 我有权决定让她嫁给谁 你还知道你是书萍的母亲 有人像你这样当母亲的吗 火生生把自己女儿我火壳里退 我要是继续把她留在邱家 那才是害了书萍一辈子 从头到尾都是你这个死老太婆 从中作梗的 你不肯退婚是吗 不会退她 你死了这心吧 没关系 那我去跟我妈说 让她继续押着你到南洋去当老妈子 拆散的女儿啊 我再看书萍的使得是我的家 别 少爷 别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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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您了 您别这样好吗 你这不是逼着许马走绝路吗 少爷 我求您了 少在我面前哭哭啼啼的 我告诉你 为了得到书萍 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退不退婚 你自己决定好了 别这样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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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淑冰姐 好漂亮啊 是不错 老板 我就要谈了 好 把杯子拿走吧 愣着干吗 愣着干吗 你要找我钱呢 找什么钱 现在物价时时刻刻在涨 你们再不走 我又要加钱了 你 淑冰姐 算了 走快走快 快走吧 快走吧 走走走 让开 让开 让开你 快走 让开 让开 闪开 闪开 什么世道啊 这么些钱就买了一串棉被 淑冰姐 现在这世道就是这样 你就别太计较了 走吧 淑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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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弟 妈走了 妈不能成为你的累赘 别忘了你答应我妈 花椒来了就嫁了 永远不要再跟邱家有任何的瓜葛 我妈为什么会寻短肌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打扫你出门后 那个畜生就来了 对着许妈大吵大闹 我也没敢多看什么 我 我只听见 你听见什么了 她说许妈要是不肯退婚 她冤三姨态 把许妈带到南洋 继续当老妈子 救荣妇 我跟你没完 让开 快来 兄弟姐 初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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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出事 跟上 你看看你 你干的好事 你把人都逼死了你 我原本只是想吓吓她 谁知道真的她 初遥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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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遥父 初遥姐你别提 初遥姐 你别出来 妈 现在事情闹大了 怎么办 初遥姐 你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初遥姐 你们放开我 初遥姐 你们放开我 初遥姐 你们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初遥姐 初遥姐 你们放开我 初遥姐 听见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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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出来 谁 初遥姐 谁在那大呼小叫的 天 哭丧呢 求永夫呢 叫她给我出来 什么求永夫 没规矩的东西 求永夫也是你叫的 你们都傻站着干什么呀 快把这疯丫头 给我拖出去 听不懂人话呀 快把她给我收拾了 三医宅 许妈特被少爷给逼死了 我知道她死了 不过就是死个老妈子们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求永夫 你给我说吧 你干什么呀你 你躲在里面 撞什么算的 你们带着不许出来 这里有妈呢 求永夫 你干什么 你先干什么呀 快点出来 让开你 给我让开 你这臭牙子 你反了 你敢跟我 都是动脚的你啊 你啊 求永夫 你干什么呀 你让我出来 求永夫 你干什么呀 小心啊 书品尖 都给我住手 吵什么吵 家里无端死了人 还不够汇气啊 赶紧到张房支点前 月快以后把人埋了 埋了 需求永夫 就加一份 我 据你的 再说 就跟你 要吵 走 便宜 挑 给你 要 简直不可理 老爷 老爷 叔叔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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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走了 走 走 最让人牵挂的母亲走了 未曾谋面的丈夫王金水 成了许叔平唯一的计划 妈 老了不想东西 是啊 走 妈 你当了这么多年兵 也不给我发军响 所以只能靠自己啊 走吧 走 来了 来了 秀语 快把门关上 妈 你交代的红包晚回来了 你看看 哥 刚才那些兵 又到村里来抢了 哦 我在半路上看到了 家里没事吧 幸亏隔壁的永川哥来帮忙 才把那些兵给赶跑了 哦 净水啊 妈 你看看 这红包行不行 都出大事了 你还有心思看这个 怎么了 你长母娘死了 她身体不是好好的怎么 听那人婆说 是不要死的 一定是受了什么委屈 那执门亲事她 对方希望我们如期俱续 说是老太太的遗愿 好 好 那这样吧 妈 我连夜敢去看一下 毕竟咱都表示表示啊 哎呀 这媳妇还没进门哪 你跑去除这种眉头干什么 别去了 我已经请梅人婆 帮我们上过香了 住兵姐 别想太多了 明天你去嫁出去了 许麻地下有知 也该瞑目了 我妈说得对 我妈说得对 丘家是个不把人当人 不把人命当命堪的地方 从今以后 我叙淑皮 与她丘家再无任何瓜葛 妈 这 让她骂一只 这是我们几个 给姐凑的分子钱 你撒谎 你们几个人 哪儿凑得出这么多钱呢 这家哪来的 说实话 说呀 还真没有什么事瞒得过节 昨个夜里 永夫少爷求了我好久 我才答应帮他这个忙的 万求你 淑萍姐 永夫少爷这次 真的知道他错了 从事情发生到现在 他每天吃也吃不下 睡也睡不着 整个人输了一大圈呢 那是他自找的 他活该受良心的谦责 把他丧钱给我退回去 拿走 我已经说过了 我徐淑萍以后与他邱家 再无任何瓜葛 尤其是那邱永夫 我 妈 女儿错了 妈 我应该早点听你的话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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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说 淑萍到底决定怎么样 少爷 上回你说好的 我帮你把淑萍姐叫进来 你就 我知道 不就是你不想跟老爷太太 一块到南洋去吗 你快说 淑萍到底决定嫁不嫁 你不说我就抽了你的嘴 淑萍姐说 这是许妈的遗愿 她一定得照做 淑萍 我说我怎么就这么醒眼呢 我说我怎么就这么醒眼呢 这两天妈的眼皮子老跳呢 妈 上午 我给祖先上香的时候 这香好端端的 自个儿就吸了 这媳妇还没进门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我担心家里头要出大事了 祖先保佑啊 祖先保佑啊 我王金水就要娶老婆了 这可是咱老王家的大事啊 祖先保佑啊 妈 没事了 你少给我刷嘴皮子 打从我见了那女的八字开始啊 我这心里头就犯嘀咕 现实渴死了她妈不说 你说是哪家哪户结婚 不是热热闹闹的 轮到娶她进门的时候倒好了 连个迎亲的队伍都凑不齐 这不是晦气吗 妈 这都是抓壮丁闹的 咱们岛上的教夫 年轻力壮的都不愿意去 对 我不请两个年纪稍微大点的吗 这跟人家八字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啊 媳妇还没进门 这岛上就风声鹤唳的 那个算命先生说呀 这个女的啊 命中待上还客服 别总相信那些算命先生的 我就知道 我只要对她好 她就能照顾家伺候妈 你明天就等着做婆婆吧 进水 你这 妈 淑萍姐 该帮你梳头了 不着急 再等等 温秋 比起说会儿话好吗 嗯 姐 你穿这嫁衣真好看 不就是一件嫁衣 每个女人到那时候都会穿 有什么好不好看的 温秋 姐有件事想求你 什么事 你说 我想把妈的白威先放在这儿 明天大喜的日子 如果我把我妈激去了 我怕婆家会不乐意的 行 我一定会好好 按时给许妈上香的 谢谢你啊 温秋 妈 妈 女儿明天就出嫁了 你放心吧 妈 你 你 我是来接新娘的 哎呀 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啊 有你这样接新娘的吗 我们岛上抓壮丁抓得紧 就这两个老教夫 还是我求了半天才求来的 你 阿良伯 算了 我去把淑萍姐姐接出来 来 要不是我们淑萍非嫁不可 我绝饶不了你 是是是 对不住了 实在对不住了 你们放开我 你们干什么你们 少爷 少爷 妈 你不可以这样 快放开我 不然 说明真的让花家给抬走了 干什么 放开我 我早就历到你会这样 你 我看你是喝了那 贱阳妇的符水了 他把你迷的 连巴都不认了 麻烦你放开我 我真的不能没有书瓶 你快放开我 快放开我 快放开我 少爷 少爷 行了 别再折腾了你 来 姐 慢点 来 落叫 落叫 我可把书瓶交给你了啊 您放心 您放心 走吧 走吧 好 那我们走了 准备起轿 好 起轿 走 放吧 放吧 小心点啊 大伯 我看就算了吧 这炮一放 万一把少爷给惊醒了 就不好了 嗯 也对 我们进去吧 妈 女儿出家了 小心点 走 从小到大 我什么都替你的 你就依我一次行不行 我拜托你放我出去 要不然书瓶真的嫁出去了 妈 妈 闭嘴 这次你就是喊破了天 我也不会心软了 妈 我跟你说的是真的 我真的不能失去书瓶 我求求你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我叫你放我出去啊 我说你们几个 你们替了心不烦吗 还不快动手 干什么你 谁 得起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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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哈哈哈哈 王妈 恭喜啊 谢谢你了 永春啊 谢谢谢谢 没有没有 哈哈哈 谢谢大伙儿了 大伙儿辛苦了 王妈 实在是抱歉 这人凑不起 就只有这么几个人了 哈哈 快别说了 你们肯来帮忙呢 我跟金水就已经够感激了 哈哈哈哈哪儿的话呀 哈哈哈哈 永春哥辛苦了 喝口甜茶 哦 来 大家喝茶 对对对 喝茶喝茶啊 请 大伙儿这边请啊 请坐 请坐 来来来 请坐 里面请 里面请 永春哥 永春哥 哎呦 我这孩子真可爱 永春哥 不好了 怎么样 花脚下马头了没了 那些部队啊 在隔壁村抓壮丁的 啊 啊 快快快快快快 王妈 怎么办呢 到时候抓壮丁 大家不要慌 王妈 黑样子 得让大家先躲起来啊 可是 金水跟轿子还没到呢 那这样吧 我先到村口去等等 晚有什么情况 一会儿一会儿照应来 那麻烦你了 还愣着干什么呀 赶快躲起来哪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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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妈 我先去马上了 走 快快快 都说别娶了别娶了真是的 这算怎么回事啊 妈 爹 爹 爹 怎么了 我们先走了 走走走 你们别走啊 回来 快快下来 快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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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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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哪 赶紧往搜 是 赶紧往搜 走 老大 这没有人啊 咱们做的可不是什么好事 这可是妙啊 还是走吧 走 快快 我背你走 快呀 来 昨天好 有一条 钱 前几位 你回来啦 哥 妈 我回来啦 你怎么这样回来啦 快关门 这这儿怎么回事啊 花轿呢 怎么回事啊金水 你说话呀 有命回来就不错了 还花轿呢 妈 没人 没人啊 来 我们家唯一的男丁娶媳妇 居然落到这个下场 妈 媳妇都已经娶到家了 这些礼书上的事没关系 咱 噢 咱 噢 齐子 阿姨 好 你看 这以后就是你新家了 闷了一天 我帮你摘了吧 是你 是我 我叫王金水 咱俩真有缘啊 对了 来 我给你带上 你别碰我 刚过门的媳妇都紧张 慢慢就习惯了 喏 你要干什么 我给少爷送吃的来 进去吧 少爷 你想饿死我 现在才把饭给我送过来 我叫 让我走 你不是不想跟老爷太太 到南洋去的吗 回来我就给你办 这 如果出事我弄死你 不好了 少爷逃跑了 来 怎么办 你怎么不得啊 你怎么不得吃啊 有什么啊 你怎么不得吃啊 你怎么才不得来啊 好 你怎么能做啊 你这才能做啊 你怎么做啊 好 那可还好 怎么还不出来呀 真要我这个当婆婆的 上去请你吗 妈 来了 你一宿没睡啊 我要换衣服 还不下来呀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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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你媳妇人哪 人家嫁来第一天 那她 第一天怎么样了 我当初嫁给你爸爸的时候 第一天我就下水 跟着人家捡蚌壳去了 那下她呀 行 有什么事我和秀玉干 人家秀玉一早就下地去了 那我干了 你说什么事吧 还不是你的倒霉的媳妇害的 昨天晚上这些菜都没吃 不给左邻右舍送去 这坏了 不糟蹋了 就这事啊 行 那我去送吧 你一个大男人 做这些干什么呀 我去 你就继续宠着 你的倒霉的媳妇吧 总有一天啊 让她趴到你的头上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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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蜀平呢 叫蜀平出来跟我走 不可能 她已经嫁给我了 你什么东西啊 说什么呢你 要不是因为你 蜀平早就跟了我了 走快 干什么 走快 邱永复 你来这儿做什么 蜀平 你听我说 昨天要不是因为我妈 我绝对不肯定让你走 而且我已经想清楚了 邱家的财产我一毛钱都不要 我只要你 邱永复 你说够了没有 这男人是谁啊 妈 你逼死我吗 现在又来这儿做什么 我跟你拼了 蜀平 你听我说啊 蜀平 你听我说 我本来是一段 我不能失去你 走 放开我 放手啊 邱永复 我们走 邱永复 走啊 邱永复 走啊 邱永复 你放手啊 你别人来啊 解水 你干吗你 你解水 你放手啊 你放手啊 邱永复 你滚 你给我滚 你给我滚 我给我来 蜀平 都我要救你 解水 解水 那男人是谁啊 跟你媳妇什么关系 好啊 一进门 野男人就爪上门来了 我打死你这种 不要脸的女人 不要脸的 我打死你这种 不要脸的东西 妈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这样的 你打死你这种 不要脸的女人 妈 真的不是这样的 我自己的女人 我自己管 你上哪儿去啊 散子夕 解水 解水 谁 妈 天都黑了 靠得出去一整天了 还没回来 这是她自找的 都叫她别娶了 这下好 一进门就被戴了顶绿帽子 妈 你轻点 事情还没弄清楚呢 让嫂子听见得不好 听见得怎么样 我就是说给她听的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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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饭了吗 不吃了 姬水 你回来了 你喝酒了 谁让你动的 放下 你不用拿我撒起 我也不知道她会跟来 谁让你提她的 你提她干什么 金水 我觉得你对我 一定有很深的误会 不过我做什么事都问心无愧 我跟邱永复 从小一起长大的 也曾经有像家人一样的情感 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行吗 我不想听 谁让你说这些的 我去给你打洗澡水 站住 徐叔平 我告诉你 我汪金水不欠你的 你别以为你嫁给我受多大委屈 我汪金水不欠你的 好好好 以后这些事 都是你自己应该做的 别总让我妈操心 快点 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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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可热闹了 那王家的媳妇一进门 那老相好就找上门来了 王家的媳妇你连面都没见过 你怎么知道她有老相好啊 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告诉你啊 我男人亲耳听那个女的老相好说的 听说还是个有钱人家的少爷呢 那个女的呀 从小就在她家里当丫鬟 都不知道好说多长时间了 那不是金水兄弟就要戴绿帽子了 可不是嘛 这媳妇一进门 这绿帽子可是想摘都摘不掉咯 我告诉你啊 这下咱们村会有好戏看了 你 金水兄弟啊 起这么早啊 是啊 这是金水媳妇吧 金水兄弟真是好福气 媳妇这么漂亮啊 是是 好 媳妇 阿浩 咱们都是一个村的 我结婚的时候 你们也没吃着喜宴 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过来 这是我老婆 许舒平 好 以后咱们村有个大事小事 互相照应着点 一定一遍 好好好 一遍 走吧 怎么就走了 我们刚才说的话 她是不是都听见了 听见就听见 你怕什么 你没瞧见她刚才那做贼心虚的样子 对不起 嗯 对不起 什么 没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